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陶妻爱说笑 达克 沐宇 你们暑假怎么都没有出门啊 陶妻是作文卡关 学校出题目说 我是谁 三天来他写不出一句话 哦 题目出得很高明哦 丁叔这次去参加 四十九天的话头尘 也是在想类似的题目 重新认识自己 画四十九天的头认识自己 我手机最欢得更近哦 不是我的头是话头 话头是一句话 这句话本身没有意义 潘话头就是在追问一句毫无意义的话 例如什么是无 念佛的是谁 未出娘胎前的本来面目是谁 拖着死尸走的是谁 哎呦 拖着死尸走 这个话超恐怖的呢 善哉 善哉 沐鱼说得不错 阿克别怕 想要参话头要有大死一番的决心 死掉一切依赖心 期待心 得失心 心愿心 畏惧心 贪着心 追求心 心情要保持安定才行 话头是取代妄念 制造遗情的修行方法 帮助自己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 看来丁书您这次禅修颇有心得 我先去泡壶好茶 再来好好请教您 什么是念话头 问话头 参话头 和看话头 还有怎么样从散乱心 集中心 统一心到无心 没有问题 这次我还买了本圣言法师教话头禅 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研究 丁书 听你们说的头头似的 那你掺到答案了吗 好奇 你们想过什么 快快 丁书 你可以帮我写这篇花喜相吗 我说快就帮帮忙了 我这里有法谷山传灯院规划的禅修学习地图 从入门到进阶 你们暑假多的是时间去学习 或许淘气你比丁书还要早发现答案呢 呼呼呼 这种常暴图我太喜欢了 谢谢丁书 我又充分去找我喽